原标题 俄打了一个难得的翻身仗 这个国家表态继续购买出35美威胁 无效虽然俄罗斯在经历了一系列致命打击之后 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放松 对俄罗斯的压制和挤压是不是祭出制裁大棒 并威胁所有与俄罗斯有往来的国家 无论是经济往来还是军工贸易往来 全部威胁制裁 前不久美国宣布 两个一个国家如果采购俄罗斯的武器装备 就有可能遭到美国的制裁 而中国也曾因此抗枪了 一时间很多国家将目光对准了几个国家 分别是土耳其印度等几个国家 看看在美国的制裁威胁之下能否服软 但是很显然令美国人失望了 这些国家都先后表态 并不会因为美国的制裁威胁就放弃从俄罗斯引进武器 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和土耳其 这两国国际已经先后与俄罗斯达成相关的协议 决定引进俄罗斯现役最先进的S400防控反导系统 这样的决定让美国相当恼火 最近有一个国家站出来 对美国的制裁威胁大声说不了 这个国家就是印度尼西亚 根据此前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撒成的协议 印尼将采购俄罗斯研发的苏35战斗机 目前这款战斗机的相关合同正在履行当中 印尼方面也已经正式表态苏35战机的采购 并不会受到美国的制裁威胁的影响 这对于俄罗斯而言 无疑放心多了 印度尼西亚方面的表态 意味着俄罗斯的所有关于苏35战机的订单 一封都没有上 同时也让美国的制裁威胁再次成为泡影 而美国的俄威胁也越来越显得有点土狼了 俄罗斯目前与美国的关系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僵化地步了 特别是在叙利亚战场上 双方就朝正面临融相见了 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 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再差了 如果在美国的制裁威胁之下 其他国家如果需从 那么俄罗斯将面临着极大的打击 不过很显然 随着美国在叙利亚战场上的缩手缩脚 还有经过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漫长的战争的相耗 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挑战了 对于俄罗斯而言 这很显然是一次难得的打翻身上的机会 一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